大家好,我是BGY1里面,我今天要报的是Dental Caries的Colicification 跟Treatment Decision 什么是Dental Caries呢? 它主要的病因就是因为菌虫的环境变化 从比较平衡的菌虫,转变为产酸菌为主的菌虫 那这样的变化会导致脂质的去矿化 然后牙齿的矿直流失产生Caries Legion 治疗的方面,它需要控制致病因子 但是不一定需要移植菌虫来做治疗 那我们先讲到ADA-CCS的Terminology 它对于Caries Legion分为两种 就是上面的左边Non-Covitated Legion跟右边Covitated Legion 这两种差别的话 Non-Covitated Legion它是属于Initial Caries 特征会包含像是早期的去矿化造成尺质颜色改变 光泽改变,但是还没有产生助动 右边的Covitated Legion的话 它是已经开始产生尺质表面完整性的丧失 以及助动的产生 那下面的两个Non-Surgical Treatment跟Surgical Treatment的话 它们两个差别在于没有移除尺质 Non-Surgical Treatment它主要内容会包含一些物理性的屏障 以及移出Biofilm 跟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促进尺质的再矿化 而Surgical Treatment的话 主要内容就是移出尺质 跟放置负行物的过程 那我们今天的Outline的话 首先会讲到不同的助牙的分类方式 然后再来讲Treatment Decision Making 一个部分我们讲到Classification 第一个是ICDAS 国际取尺分类和管理系统 那ICDS这个国际取尺分类管理和系统 它是一个助牙的检测和分类系统 它可以检测助牙从早期到晚期 各个阶段的尺质受损情况 以数字的方式去做比较客观的等级评分 它一开始是从ERK System 这个Five Score System作为基底去扩张 然后依照助牙发生的严重程度 分为7个Score System 那这个小方块它是 主要在讲说ICDS AAS 它就是分成两个面向去评估取尺的状态 第一个是病造的范围 然后第二个是病造的活性 我们先讲到病造的范围 那ICDS 像我刚刚说的它分成7个等级 首先是0 就是完整的赤质表面 没有任何的breakdown 然后1 则是吹干后可以见到牙肉质不透明或是变色 等级2的话则是 湿润时我们就可以见到牙肉质的明显变色 像是变白或是变咖啡 通常会在Pit and Fitcher的地方比较明显 然后等级3的话 是已经可以当到局部的enamal breakdown 但还没有影响到denting 等级4的话则是可见底下denting的duck shadow 所以可以知道说下面的牙本子已经有被影响了 等级5的话则是可以见到明确的cavity 而且可以见到denting的暴露 6的话跟等级不一样的地方 它更严重的是它有超过1.2的cavity 范围有involved到denting的暴露 那我们以上说的6个等级 它的决策顺序的话 主要就是第一个它有没有尺值变色 再来如果变色的话它有没有cavitation 有没有助动产生 如果有助动产生的话 有没有denting的expose denting expose完再看一下它的denting expose的范围 有没有超过整个面积的1.2 依照这样的方式 尽量去把它分成6个等级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检测分数 和它组织学之间的关系的话 依照这个2007年医学的它的研究显示 如果是等级0salt denting 它是95%都没有任何的去框化 而等级1的是95%没有去框化 或是它的去框化会限制在enamal的外2分之1 等级2则是83%的病状会位在enamal的内2分之1的地方 等级3次它是一起讲的 就是67%有denting的中3分之1的去框化 而等级56最严重的 它是有84%会影响到denting的内3分之1的去框化 那刚刚讲到了讲完了它 它蛀牙的范围 接下来讲到蛀牙活性状态的评分 ICDS它对于整个蛀牙的活性状态 它主要可以分为四个评估项目 分别是位置、外观、触感以及牙龈出血 那把这个四个状态分别去评估 基本上有较高的力圈Activity的可能项目 包含的像是如果力圈位在亚军满的停滞区 或是它有可见的阴影、柱洞 或是质地粗糙松软 再来就是有牙龈出血 这样的分数会比较偏高 总之把这四个分开去计分之后 把分数加总起来 总分大于7分就是属于Active Legion 少于等于7分是属于Earth的Legion 然后这个是配合里面对于 刚刚说的怎么评估它cavity活性状态的表格 那我们以上讲的ICDS的这个评估的小方块 它就是有讲到说如何评估它的范围 跟评估它的活性 那这个系统就是可以用这些数值 来客观的记录注牙从早期到晚期 各个阶段的受损情况 好我们上半部讲ICDS 它的分类主要是领床上的分析 接下来讲X光上的分类方式 我们这边提到的是ICCMS 影像学上的注牙评分系统 那它主要是依照它病造的 Resilucency的范围去分类 那右边这个图是它的 概类里面的示意图 那我们从这个简图来看 基本上R0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regio lucency 那RA1跟RA2它就是regio lucency 它位于enemo的外二分之一或是内二分之一 RA3的话则是已经侵犯到dentine 但是位于dentine的外三分之一 Rb4的话就是dentine的中三分之一 最后RC5到6就是它的regio lucency 到dentine的内三分之一 或是说有延伸到亚水墙 就是依照这样的方式去评分 那我们分类方式的最后一个项目讲的是ADA CCS 那这个ADA它的助牙分类系统的话 它是统合了临床和X光综合其来把它评估 将Karis Legion分为Sound Initial Moderate和Advanced四个阶段 它提供了比较临床上简易弹性的分类方式 那我们这张表是整个会诊的它所有的 criteria 那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提到的ICDAS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ICCNS的影像学的分类方式 都有被包含在里面可以去做对应 那依照ADA CCS的分类方式的话 它的Sound跟Initial都是属于Non-Cavitase的离菌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大部分讲的是 治疗选项的决策 在讲到我们如何决策之前 我们先大概提一下一些Paris treatment的名词解释 第一个ART的话它的特点就是 使用手气线去移除助牙 那下面三个都是 No-Dentino-Cavitase Tissure Removal的方式 第二个Fissure Sealant的话 是在咬合面单纯使用Fissure Sealant 去覆盖Pitian Fissure跟Legion 那第三个Hull Technique 它是比较特别是它只用在乳皱齿 用SSC去套住Cavitase 避免它整个Cavitase的进展 最后一个NRCC的话 它主要是包含像是调整Cavitase的形态 使病人可以比较容易去清洁它 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包含使用氟化物等等 来控制助牙的进程 那另外这四个的话 它是属于operative的治疗方式 包含了Selective Removal To Selective Removal To Soft Denting 或是To Firm Denting 再来就是Stepwise Removal 它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移除是Soft Denting 然后等6到12个月 再选择性的移除到Firm Denting 最后一个是整个Non Selective Removal To Hard Denting 它是移除所有去框化的Denting 然后这个方式是现在比较不建议的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Selective Removal 跟Non Selective的话 要如何分辨它是到Hard 或是Firm 或是Soft Denting呢 这边根据ESE它的 Terminology的话 所谓的Hard Denting 就是完整的牙本质 可以抵抗碳症的传统 Firm Denting 可以抵抗手器械的挖除 Soft 的话 就是手器械挖除 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阻力 可以比较轻松的移除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如何做临床决策 这张表是ICCC的临床建议 右边 右半边是恒牙 左半边是乳牙 那恒牙 我们先看恒牙的部分 往下看的是 范围Deep 跟Shallow 或是Moderate 对于Deep Ligium 也就是抵达PUB内 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且可能有PUB exposure 风险的carriage的话 治疗选项包含了 使用Selective Carriage Removal to Sock Denting 或是Step-Wise 的Carriage Removal 以及ART 那浅层到中层的carriage 治疗选项则包含了 Selective Removal to Firm 或是ART NRCC 跟Facial Sealing 等较步侵犯性的方式 乳牙的部分的话 主要和恒牙不同的就是 对于中度到深度的carriage 可以考虑使用Hull Technique 就刚刚有提到的 然后乳牙的部分 不会出现Step-Wise Removal的这个选项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花一大部分 在讲ICDAS的分类方式 主要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嘛 一个是Carriage的Activity 还有它的范围 那这两个部分 跟治疗选项的决策关联的话 我们先看左边 对于Inactive Carriage 我们会认为它比较不需要立即性的处置 若是有需要重建美观或是功能时 再介入即可 而Active Legion的话 就是需要立即性的介入 那 右边看到的是ICDAS 刚刚是 蛀牙的 严重程度的分类的六个等级 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 在临床比较可以弹性应用的方式 可以分为 一、二属于Initial 然后三、四是Moderate 五、六是比较Extensive的Carriage 那 对应的治疗选项的话 我们看 下面这张表格 那 这个是对于已经确定是Active Legion 刷立即性介入的Carriage 这个讨论是刚刚提到的各种ICDAS的Score 跟治疗可行性之间的关联 从下面来看 对于Initial Legion 属于Non-Cavitative的话 会比较偏向使用Non-Operative的治疗方式 像是使用Sealer 或是佛化物等预防性的措施 那最上面 对于Extensive的Legion 就是红的那一段线 它会比较偏向使用Operative Treatment的介入 例如使用Selective Removal 或是到Endodontic Treatment 就是拔牙的 那Moderate Legion 它的治疗选项就是 会介于这两个之间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那这边谢谢林彦任医师的报告 那这边我大概有几点就是 做一个comment 那第一点就是说 就是Caris它主要还是由细菌所造成的 那它有很多factor 那但是我们因为在我们牙医学教育的过程中 主要 会以就是挖开填补这些方式去做处理 那其他的部分没有特别的去做很多的介绍 所以在这边要提的就是说除了挖开补起来 其实我们有其他的方式啦 挖开补起来只是我们用来处理细菌的其中一种手段 像刚刚提到的PM Visual C-Len Hole Technique 或者是图佛 或者是SDF这些 都是可以用来处理细菌 让它addressed的一个手段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除了operative的处理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non-operative的方式可以去处理啊 那第三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在临床上都会用GV Black的classification 去讨论注牙的一个位置 但是其实我们比较少针对注牙的分级去做探讨 所以这边就是建议用ICDS或者是ICCMS 或者是最后讲的ADACCS 去针对这个注牙做一个分歧 那我们针对比较浅诚的去做一些预防性的处理 那比较中度的我们就可以车开填布 那比较重度的就看是不是可以用selective remove 或者是stabilize remove去做处理 那第四点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不同的remove方式 selective remove to soft dentine select remove to firm dentine 或者是stabilize 这个就是carry's remove strategy 就是说你要挖多深 挖到什么程度 那你要靠什么东西去判断它 你今天到底挖到哪里了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之后可以再做一个主题 那第五点这边是说 虽然我们前面有提到很多non-operative的处理方式 像pmfacial sealant 或者是像什么proximal sealant 那图佛SDF这些 但是其实我们很基础的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要让carry's arrest 很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他病人好好的把牙齿刷干净 就是牙刷牙线 或者是简单的请他用漱口水 有去刷牙一定有对于一个active carries 是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叫病人刷牙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最简单的 就是就算他carry's很多 我们只要请他刷干净 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那接下来这个简单看一下 就是我们讲提到的GV Black 他最有名的就是extension for prevention 就是说他有一些pmfacial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extension 让你有办法填补阿玛杠 那extension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避免他继续住下去 那我想这个因为他是大概100年前的医师啦 当然他很有名 好那他这个当初 其实在他的时代是主要以阿玛杠 或者是gold gold foil 这些金属的填补物在做处理牙齿 所以现在的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我们记得要把这些方式考虑进来 好那其实他在另外 他就有另外一篇paper有提到 其实他不只有extension for prevention这句名言而已 他还有讲过就是 the day is surely coming when we will be engaged in practicing preventive relevant reparative dentistry 就是说我们总有一天会 比较去用preventive的方式去做处理 而不是去做reparative的dentistry 好所以就是记得我们不是只有 临床上不是只有车开把它补起来这个选项 好那以上是我的comment